大家好 这期咱们讲换汇 这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是吧 但是咱绕不开 你办理移民 那首先就是钱 是吧 没有钱往哪移 哪都移不出去 是吧 很多人都重复的问这个问题 其实咱们之前做过好多期 关于换汇的视频了 其实咱们再简单的做一下 我再给你点几个重点 然后先说一下换汇 每个人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 每一个公民 每年有每人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 记着我这词 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第二 这个每人 可不是说每个成年人 国家没有给你加这成年 这两个字 好吧 咱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 什么事情不要想当然 我告诉你 是人就有购汇额度 是人 我们家孩子去年两个月 购汇额度就用了 好吧 什么时候能用 只要这个孩子一有了身份证号 也就说你给他上了户口了 他就有身份证号了 有身份证号 就能开银行账户 有的人好像说 我去银行都不过开 你换个银行 中国100多家银行 你非得跟他较劲 对吧 你换几家 你跑5家 跑10家 没有给你开户的是吗 对不对 脑子别那么死 就是你都一鸣了 你脑子能不能活奔点 好不好 换一家银行 我再告诉你 我们家孩子现在今年刚一岁 我们家孩子现在三张银行卡 而且网银都有 网银手机银行都有 可以开 我们家孩子有一个兴展的 有一个有储银行的 还给哪 我忘了 对 反正三张银行卡 对 都网银 所以我就告诉你 孩子 你孩子不管多大 10岁8岁1岁2岁 都是可以换外汇的 然后咱们再说换 每个人每年可以换5万美元 等值的外汇 好吧 它是以美元计算的 如果你换欧元的话 如果你看你去希腊 不是就换欧元吗 对吧 那就是换多少呢 以现在的汇率 大概是4万4千欧左右 对吧 4万4千欧 然后这个你可以换到盐 就盐可盐的换 有的人说 我4万4 我是不是换3万5就行了 我别换那么满 跟你没关系 国家给你5万美元的额度 你就给它使满了 4万4 你就最后连那1欧元 都给它换了 没有事 很多人问我 换汇这个理由写什么 反正我每次都写旅游 我都写旅游 有人说 现在旅不了游 你现在换不了游 你现在换完汇 明年再旅游不行吗 后年再旅游不行吗 就那脑子怎么 就自己给自己 网上上井无咒 国家都没说 你这今年换的汇 就比于今年 今年用了 怎么着 这钱花出去 就有规定 必须一个月之内花完 你们这脑子 就往正地试试 别老跟自己交劲 老往自己这儿 给套圈干嘛 这是咱们说的换汇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 每人每年都有5万美元 对吧 咱们再说一下转汇 对 刚才说一下换汇 大家在自己手机银行上 就能换 自己的手机银行就可以 好吧 尽量的少一些小银行 对你不要找什么工商建设 工中交建 这五大行 避开他们 找哪 什么这种商城商行 什么光大 星夜 什么普发 找这种银行 好吧 成商行 手机APP上都能换 这是合法的 别老觉 我教你们犯罪 这不是犯罪 我一说换点外汇 怎么着 感觉给你跟抢银行了似的 正常的 这是国家法律 赐予你每个人 这叫每人每年的 叫便捷购汇额度 懂吧 这是正常的 合理合法的 跟你们有人说点话都累 你知道吗 你们自己都有一些 就一些误区 你知道吧 自己都有一些惯性的思维 这些误区 你们这脑子 其实要真的 你们都不适合移民 然后这是换 咱们再说转 首先两个没有关系的人 是不能转会的 就是你给我转 转不了 我给你转也转不了 什么人能转 直系亲属 好吧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概念 什么叫直系亲属 父母 配偶 子女 这叫直系亲属 就在外汇管理局认定的 直系亲属 你舅 你姨 你二婶 这不算直系 明白吧 这不叫直系 你跟你爷爷不是直系 你爷爷跟你孙子 也不是直系 这都不叫直系 有的人说 这叫直系 那么外观局告诉你 不是就不是 你别较劲 知道吧 这是我是教给你东西的 不是给你探讨 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商量的 我不是跟你咱俩研究这事 我不用研究 我这玩意转好几年了 知道吧 我告诉你就听着就完了 听明白吧 把你脑子里面 以前的知识抹掉 关于换会这块 然后把我说的印进去 好吧 不要打就不要打折扣的印进去 就完了 然后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转会 直系亲属之间是可以转会的 转会的时候怎么转 去银行柜台 为什么要去银行柜台 因为你在银行柜台的时候 假如你给你媳妇转 对吧 你是他先生 他是你媳妇 你去转的时候 你要拿结婚证 明白意思吧 你到柜台那 他会问你给谁转 给这人转 他说这是谁 说这是我媳妇 好你们结婚证呢 你把结婚证给他 你把结婚证给他之后 他那一小摄像头 看了把他把结婚证割底 你这个结婚证的照片 会上传到外管局的 明白吧 外管局在看见 你就被转账的时候 因为你外会转账 很少 外管局他会有筛查 当他筛到你这笔交易的时候 他能看到 这是他老公 转给他媳妇 你这是合法的 明白吧 有人说 我通过工商银行 或者中文银行的网银 也能转出去 是能转出去 但是外管局并不知道 你转给谁了 你可能说 我转给就是我媳妇 外管局知道 那是你媳妇吗 你在手机上转的时候 用传结婚证吗 不用 你就直接转了 对吗 说一万两万 就转给你媳妇了 但是外管局可看不见 这转给你媳妇 明白吧 你转个两次三次 他就有可能就给你外汇 账户冻结了 而且不光是冻结你的 你跟你媳妇的外汇的 这个 就这个权限 就都被冻结了 你们也就是两年之内 今年不算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知道吧 明年一年 后年一年 这两年的外汇额度都没有 不能换也不能转 明白吧 没地申诉去 告诉你了 所以一定要去柜台转 我跟你们说的都是我亲身 每一个人的经历 知道吧 都是我们办了几百个移民家庭之后 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些东西是你花钱没地买的 明白吧 你记得你脑子里面 不要疑问 说是这么回事吗 你要是这么想 赶紧把我视频划过去 知道吗 你就没有资格听我视频 好吧 我教你这东西都是干货 是你在网上花钱 你买不着的东西 明白 明白往脑子里面记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一下 转会 首先我给你们说一下 什么叫 很多人都说 这算不算蚂蚁搬家 说我这亲戚人们都帮我 一着点转 算不算蚂蚁搬家 先看一下外管局的规定 什么叫蚂蚁搬家 前面还有四条 跟他都没关系 什么公司 什么都没关系 看这条 同一个人将其外汇储蓄账户内的外汇 化转至五个知识亲属 也就是我一个人换完了 我给我妈转一万 给我爸转一万 给我媳妇转一万 儿子转一万 这样转 如果转你 你转超过五个 你这叫蚂蚁搬家 但是这个咱们移民的人不存在 咱们不会往外转的 咱们会往一块聚 对不对 他这跟他是反着的 咱们不会有人这么干 所以这就不说了 看第二条 或者同一人的五个以上知识亲属 把这个年度的额度 往你一个人身上转 这也叫蚂蚁搬家 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好吧 咱们这个着重说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你爸给你转了一万 你妈给你转了一万 你媳妇给你转了一万 你两个孩子 一人给你转了一万 这就五个了 明白吧 他说这五个以上 咱们不知道包不包括五个 也许是包括的 也许是不包括的 但这个解释权力是归谁的 归外管局 他觉得五个算 他就给你账户封了 你没地找他说理解 他不会通知你 他也不会跟你商量 明白吧 所以五个这数是不能碰的 最多只能四个 听明白了吧 五个是不行的 咱们姑且认为五个不行 四个 四个怎么做呢 你媳妇给你转一次 你爸给你转一次 你妈给你转一次 你们家孩子给你转一次 四次 有的人告诉我 那我四个不够 对吧 那你要一个人转四万四 那我加上自己才五个人 对吧 你四万四乘以五才多少 那才22万多 对吧 那我不够 这25买房 还有律师费 那我不够 我给你捋一遍 看这个 你这么转 你别这么玩 我告诉你玩法 你知道吗 就你把这个 这就跟田际赛马似的 你得纸上画一下自己 你知道吧 你这么着 你让你媳妇给你转 你父亲给你转 你母亲给你转 这是你的三个直系 就转这仨人 然后看你媳妇 你让你媳妇的爸爸 就你岳父 你知道吗 你媳妇他爸给你媳妇转 你媳妇他妈也给你媳妇转 你们家孩子给你媳妇转 等你媳妇几个人给你媳妇转 三个人给你媳妇转 你母亲三个人给你转 等于你跟你媳妇 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收到三次 这个直系亲属的转账 懂了吧 这个是合理的 这是咱们合理的利用外管局的 这个游戏规则 明白意思吧 就是再给你们说一遍 你们家孩子 你媳妇他爸 你媳妇他妈 这三个人转给你媳妇 你爸 你妈还有你媳妇 三个人转给你 你自己再换一个你自己的 明白吧 这是多少个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就是你爸 你妈 你媳妇他爸 你媳妇他妈 你媳妇家你家孩子 这就六个了 再加你自己 这是七个 明白这次吧 这么转 肯定是够的 有的人说 我们父母有一方不在了 有一方可能父母两个都去世了 自己数数 自己凑 明白吧 自己去凑去 25能凑够 好吧 25都凑不够 那有的人说 我父母都不在了 我们家我媳妇爸妈也都不在了 就我跟我媳妇带遗孩子 就我们仨人 怎么办 那哥们 你的情况确实少见 我给你出一主意 现在开始换 他每年的额度是1月1号更新 明白了是吧 就每年的1月1号 你就又恢复5万这个额度了 你看现在这时间 咱就打6月1号 你现在开始办移民 你移民手续走 完了也走四五个月 你才能买房子 你上来买房 你不是给他一个1万2万的定金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给他定金 人希腊房主也得准备这时间去 是不是人家也得准备 等人家准备好了 那你不是也到明年1月1号了吗 不就 你明年1月1号不又可以换了吗 每个人不又可以换4万4了吗 对吧 你今年三个人 每人4万4是13万 明年又13万 下一块不就26万4了吗 对不对 26万4不就够了吗 是不是有人说 那我还得差点 还差那点 不就不是必须得购房 就那个账上走了吗 你不是可以给现金了吗 像律师妹 你可以给现金 有的人说 我没有欧元现金 你喊我 到希腊你喊我 对吧 在中国这不行 希腊的法律不管这个 在希腊你喊我 欧元现金的事你找我 这不就完了吗 有人说 我都换了这个 以后我到了希腊 我怎么生活 你喊我 人民币有没有 有人币喊我 有人民币就行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这就是 咱们说的转会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我刚才跟你说 这个方法不叫违法 明白吧 这个是国家外汇管理局 允许的 超过五个 五个以上 才叫蚂蚁搬家 才会被限制 外汇换汇 你们每人就三个 或者四个 这不算 没有道理警戒线 明白吧 五个五个以上才算 三个四个没事 我们转很多年了 明白吧 一直转到这个月了都 没有事 至少到今天为止 我现在讲的东西是合法的 我在视频前面讲 我要跟你这交违法犯罪 警察不抓我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要讲的是违法犯罪 你能看见我这视频吗 不就下架了吗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明白一下外汇这个事 很多人不 就还得说一点 等大家换外汇的时候 如果你是去希腊 一定要换欧元 直接换欧元 有的人跟我说 我看美元最近涨得不错 你用欧元 你就换欧元 你不要关心美元的事 你先换美元 再换欧元 这样你汇差 会磨损很多 知道吧 你不要捐银行 你自己看一下银行 你的买入价跟卖出价 它是不一样的 中间这个差 你看这差个0.1 这不少 你买的时候多零点几 你卖的时候多零点几 你想你先拿人民币换美元 美元你再换欧元 你换两次手 我告诉你 你要换二五万欧 你最少得损失一万块钱人民币 最少损失一万块钱人民币 明白吧 所以不要这么着 有的人说 那我换完美元 我直接把美元转到希腊行不行 我告诉你可以 你把美元转到希腊 你在入账的时候 自动变成欧元 明白吧 你的美元自动会变成欧元 但是这个自动 它不是白给你自动 就是希腊的银行 在给你结汇的时候 它直接就给你磨掉了 这叫磨损 它这个换汇磨损是非常大的 要比你自己拿手换磨损大得多 大概能达到0.5% 也就是千分之五 也就是你一万美元 要磨掉你50美元就 那你要25万美元 你磨你好 2000美元 这个磨损是非常大的 所以咱们大家就一定是在国内 用人民币换欧元 欧元转到希腊 入账还是欧元 也就是说你转五万欧 你这五万欧进了希腊 还是五万欧 但是希腊的银行会收你一个手续费 一般情况下 在25欧到50欧之间 就是你这一笔 五万欧转进去了 你到账是多少 是4990 4950欧 49,950欧 嘴瓢了 能明白吧 人民币换欧元 欧元转进希腊 还是欧元 然后干你的事 明白这意思吧 然后换货用途 旅游 好吧 然后别的就没有了 然后人有的人问 用不用开个外资银行 是这样 关于外资银行的事 我用一分钟跟你们说一下 外资银行不是必须的 就是什么新加坡账户 香港账户 不是必须的 就是你直接从国内 说你光大银行 国内的 直接转希腊的 比IFC银行 或者转希腊的 阿尔法银行 转You're back 都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不要老说 这外汇能转出去吗 你转过没转过 你没转过 你为什么觉得转不出去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 我听人说 你听谁说了 我现在我告诉你 可以 这是合法的 没有 有人说 我去工商银行问了 那干我转不了 他不懂 人家你说银行的不懂 银行的不懂怎么了 银行懂吗 所有的医生 都能做脑外科手术 是吗 那一个医院里面 不就那么三俩人 能给你拉脑袋吗 对吧 那医院好几千个医生 都能拉脑袋呀 人有的是治脚气的 有的是给你拔牙的 对吗 不是所有的银行的人 都是玩外汇的 他一辈子办过多少个外汇 明白这意思吗 尤其是什么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这种的 这都是给老头老太太 发工资的银行 交水电费的银行 你跟他说外汇跨国转账 他会使那系统吗 明白这意思吗 不会使 所以不要问一般的人 不要问你什么 我一同学在银行当客户经理 他是不是玩外汇的 我就问你 他是不是办外汇业务的 他如果不是 不用问他 他不懂 明白吧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让你们开个外资银行 就是因为很舒服 为什么呀 你看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战略合作是哪 扎打 兴展 全中国的扎打银行 咱们都能开户 全中国任何一个扎打银行 喊我 喊我都能开户 全中国任何一个兴展银行 新加坡兴展银行 咱们都能开户 而且没有费用 新加坡兴展 要求最低存100万人民币 存三个月 扎打银行存50万人民币 存三个月 不需要买任何的理财产品 这是第一 第二 兴展银行没有别的费用 扎打银行会 你开香港账户的时候 会有一个500人民币的一个律师见证费 那个是因为你去不了香港 人家香港的这个律所 要给你视频见证 明白吧 问你一些问题 要律师见证 这个你自己花 因为这个钱也不是人银行收 这个是人家那个香港那个律所收 明白吧 可以给你开发票 这个人银行没关系 所有银行不收你钱 但是人家不可能赔钱给你干 明白吧 你这钱只要一打进去 我说得存三个月 不是说你存三个月满了之后 你再办 因为咱们都跟他们是战略合作 谈的这些东西 咱们把条件给他压下来了 明白吧 所以呢 你50万打到这个渣打里面 马上你就能开货 就能拿着你的香港账户 或者新加坡账户 这都是没问题的 咱们的区里面都有这个 这个银行的客户经理 都在区里面 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 不要钱 我看有人说什么 开个什么海外账户 还得收个8千亿万的 有病吗都 海外账户这个东西 如果你经济条件可以 开一个这是好东西 以后能不能开 不知道呢 而且如果你以后移民了 这海外账户 是一个你用着比较方便的东西 明白吧 这是好东西 能听懂吧 所以呢 开海外账户 你可以喊我 而且咱们渣打这边 免你一年的手续费 就是免你海外账户的管理费 兴展也一样 都是免你手续费的 免你账户管理费的 也就是说你没成本 你只是要把50万存在渣打 然后 给你开一个香港账户 你等于就一个香港 那个渣打中国 还有一个渣打香港 对吧 这俩账户了 然后到三个月 你这50万就取走了 你账户里面就没钱了 中国账户也没钱 香港账户也没钱 但是你这账户没有管理费 能听懂吧 免费的 就跟你们说的太累 而且这不是我给你们开 不要担心这是假的 你是去渣打银行 那银行里面开去 不是我给你开 只不过你告诉我 我会把你加进我们集团 这个大名单 明白吧 然后就能给你很多的便利 要不然你去那开去 人家你得交管理费 海外账户有管理费的 明白吧 要不然你就是这50万 你牢底的趴着不能动 你找我开 你这50万只需存三个月 然后就可以取走了 懂了吧 行 那今天是跟大家说 大家说到这 这是关于这个转会的 剩下的细节 您要再听不明白 您就多看几遍这视频 看三遍看两遍 收藏了 这什么时候想起来 我这转会怎么转来着 没记住 再把这视频翻出来看 明白吧 谢谢您收看 再见